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這裡超暗 今天將會是第一集的 放工去那兒 現在我要去找我男朋友 最幸福是什麼事? 有男朋友接 但我不是 我應該要去找他 他應該說不及來接我 現在我去找他 然後就吃晚飯 我們合體了 我本來想起初是很溫馨的 有人接我放工 你剛才在做什麼? 你剛才在做什麼? 我出錯了出口 根據非正式統計 10個男生 有5個都會出錯出口 所以我都不是很特別 我想問你究竟做工 在這裡接我多少次 所以我出錯出口 我在這裡搬了兩年半 明明我頭剛才還很有空氣感 在金鐘地鐵站 逼完那個世紀車之後 就全塌了 如果你想保持頭 千萬不要在金鐘轉車 要拍到你 我一定要犧牲自己的臉 為什麼 每次要拍到你 我都要唯有雙下巴 才能拍到你 你可不可以 我已經穿了固真 你可不可以 真的要我蹲下這樣走 今晚我們去了一間拉麵店 叫做金鶴拉麵 我在Facebook看到很多人在討論 所以很想去試 他出名的是雞湯底的拉麵 和尖麵 價錢大家會在餐牌看見 這就是他最出名的雞湯拉麵 上面會有慢煮雞肉 叉燒 半熟蛋 旁邊有一些很華麗的牛肉 拉麵的粗幼度是中等的 還有這一塊是慢煮雞肉 而男朋友點的尖麵 他的配料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不同的是 他旁邊有一個很濃的雞湯 除此之外 我們還點了一串慢煮雞湯來吃 我們吃完了 這一間的拉麵店 我自己覺得 都貴的 我吃的是雞湯拉麵 雞湯是不錯的 他的拉麵 我覺得有點像吉思都 買回來一包包自己煮的拉麵 我就不太好 然後他的慢煮雞肉 是滑的 他是有那種慢煮的質感 但是 沒有什麼味道 雞肉的味道都比較淡 因為我沒有吃過雞湯的麵 我覺得蠻特別的 他也是普通的雞湯 好像在家裡煮的雞湯味 做什麼 不是嗎 雞味蠻濃的 對 那就不錯了 還有大家看到剛才我們吃的那一串鰻魚 這麼小 三口 是六十八元 加一 即是七十幾元 我真的覺得 完全不值 但是我覺得 尖麵真的可以再試 如果你說有什麼可以再改善 就是尖麵吃完 平日的尖麵就可以再加湯 去喝完那碗湯 這裡就沒有了 到最後剩下一些非常鹹 和非常濃的尖麵湯 就浪費了 所以如果他可以再加一些清雞湯 去拌勻 可以讓我們當拉麵湯這樣喝 那就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第一集的放工去那兒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個新影片 那我們下一集 什麼時候再見 拜拜 警告 我可以告訴你 需要露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